各位議員,現在我們開會 今天的議程是議員就政府的施政及社會問題 向行政長官提問及由行政長官回答有關的問題 首先,以立法會的名義,歡迎行政長官閣下、行政會委員 以及各位官員列席今日的會議 按照執行委員會第27邪撇2013號以決規定 各位議員,按報名的次序,每次只能提一個問題 發言時間不超過兩分鐘 提問以循環的形式,直至到會議結束為止 今天的會議是安排由3點到6點 今天有28位議員報了名,行政長官是會回答完 這個28位議員的提問,會議先結束的 在中途我們會休息半個小時 現在我們請有關報了名的議員開始提問 下面有請崔世平議員 為主席,行政長官閣下 中小微企是擔當了產業多元、就業多元 以至到滿足民生、基本需求的重要商業實體 而創新創業也是居民 尤其是年輕財進、改善生活、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 但是在澳門,要經營好一間中小微企並不容易 好像在年初,行政長官回應我的問題的時候 亦都很坦然地說 中小微企無論在經濟蓬勃的時候 或者在經濟下行的時候 都同樣是很辛苦 這是一個行上的問題 事實上,經濟順景的時候 中小微企雖然有生意做 但是物價、人資和租金的成本都是高企的 在逆境的時候 生意下滑的速度和幅度 亦都遠遠急於成本的回落 往往未有機會協商減租 可能就已經捱不住要爛閘、關門 對比起資金充裕、市場廣闊、競爭有效的大型企業 或者是專型企業 中小微企長期處於商業的弱勢 這是不爭的事實 內地早年已經明白到 具針對性地扶持中小型的企業 對於推動人民創新創業 是有著根本性的幫助 故此亦都制定了中小企業促進法 以更清晰、全面、長遠 對中小微企發展 作出具針對性和制度性的支持 因此想問一下行政長官各下 雖然我們特區政府 在中小微企的扶持裡面 都有不少的長遠或者是一些臨時性的輔助措施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能 將這些零散在不同部門的政策措施 歸納起來 制定一個澳門自身的中小微企的促進法呢 請行政長官各下 多謝主席 多謝崔世平議員的提問 澳門的中小企 大家都知道是佔了澳門企業 超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業務也都涵蓋了在各個行業裡面 在澳門的經濟中是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對經濟發展創造就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就剛才崔世平議員所提的問題 會不會提交一條法律 是關於支持中小企的呢 我們目前是有兩點的考慮的 第一點就是 立法的形式促進中小企的發展 本質上是落實產業政策 和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 在這個決定了 它在一個自由經濟體中所發揮的作用 可能是有限 並且在一個自由經濟體制中 以立法形式來支持促進中小企的發展 亦都未必是唯一的方法 目前特區政府是以政策、措施和指引 去支持中小企的發展 第二就是澳門的中小企業 形態多樣、變化很快 劃分的標準、促進措施和操作性 是較為複雜、容易分歧 在目前仍未有一個系統科學的研究 所以在時機上也覺得條件尚未成熟 但這個不會阻礙我們去支持中小企 特別在長期裏面 儘管目前未有制定中小企業促進法 但肯定不會影響政府去支持中小企業扶持和幫助 我們在政府對中小企的計劃系統服務和支持方面 在幾個方面特別明確了 包括將快出龍的五年發展規劃 裡面明確促進中小企業 增強它的競爭力 支持中小企業的行動計劃制定 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去完善營商環境 亦都發揮跨部門的協同效應、簡化程序 在財政方面 我們對中小企的援助計劃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計劃 同時在中小企專項信用保證計劃 以及在企業融資貸款、利息補貼等 繼續支持好中小企 而在稅務方面 企業所得的補充稅 面稅額已經調高至60萬 而市場亦都在服務方面 成立了跨部門推進電子商貿工作小組 將構建澳門的中小企網上資訊平台 協助是開拓商機 我很同意崔世平議員說 中小企是事實存在很多困難 但這個我想不單是在澳門 在很多不同的國家地區 作為中小企也都存在了困難 我曾經學習過 譬如大家都常談及 和澳門在博彩業比較的拉斯維加斯 當年他由七十年代發展 一直到蓬勃 是接近有百分之七十的中小企 是關門的 之後再用扶持的政策 去怎樣支持 所以你剛才所講的中小企 其實是真的有他們的困難 但政府將會堅定不移 是盡我們的能力去支持中小企 但我想借今天的機會 講幾點我自己的觀點 就是中小企無論政府怎樣支持 他都是一門生意 逢是做生意 他必具有風險 這個風險將會經營者去承擔 但不是政府能夠去保證 因為我們的自由市場裡 始終是有個競爭 所以這個是一點 第二點就是近來 大家社會裡比較熱的 就是青年人的問題 大家知道青年人 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現在對自己的出路 就業、創業、向上流動 未來的生涯規劃 但選了創業 其實仍然有一個風險 就是近期我們也學習研究 當青年人創業不成功 對他的挫敗感 可能也會影響他 在未來自己的生涯規劃裡面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未來 能夠做好一些 在我們支持他之餘 能夠有更好的支持系統 令他明白到 創業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作為一個青年的創業者 是要很多的支撐點去支持 而市場大家也都很明白 是處於一個很激烈的競爭裡面 我也看過一些紀錄 在梁師長支持這些青年人 大家很有熱情、很有創意去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在同一行業 出現同樣的經營的店頭很多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聚焦在某幾個行業 競爭就會自然更加增強 我們不是說因為政府不支持 政府一定支持 中小企是我們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大家都知道 我看同事們給我的數據 差不多接近99%都是中小企 作為政府怎麼會不支持中小企 但是青年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一定要做更多的事 讓他清楚了創業 未必是一個必由、必然之路 創業可能會帶來了未必一定成功 而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後果 在他的人生裏面這個挫敗 是怎樣去適應 能夠再踏上一條能夠有發展的道路 而且現在澳門 無論在教育方面 在政府支持方面 我想絕大多數的青年人 都是有機會完成高等教育 所以在教育方面 是有很好的系統和支持 但到創業的時候 就不是好像我們在學校那樣 犯了錯可以再重新來過 創業就是一個很殘酷的商業社會 裡面鬥爭 大家是真的會遇到一些 你未遇過的挫折 你未遇過的失敗 你未曾經歷過的痛苦經驗 我自己也是一個小生意人從前 其實做小生意是很辛苦的一回事 所以我為何今天要講講這個觀點呢 因為現在是一個社會的觀點 也不是單是澳門 也都是很多地方 青年為何覺得他們很希望的 當然就是安居 還有有一個向上的流動 比如創業 比如能夠創一番 能夠有滿足感自己的事業 但是這個呢 我想未來我們也都會 政府推出多一些 能夠讓他們明白 創業的風險 讓他們能夠適應 還有呢 也都是呢 因為創業 我相信多數都是合於這個 中小企方面 所以也是跟中小企 很有關係的 主要呢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個觀點 多謝主席